近日法布里齐奥罗马诺在接收TLC体育采访之时说 纳布勒斯的气氛很疯狂 球迷们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派对 或许他们并不会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这并符合纳布勒斯的风格 他们更喜欢保持沈默 但他们确实正在准备一些具有厉害意义的东西 说起纳布勒斯 很多人都会想到马拉多纳 因为正是在这位传奇球王的带领下 纳布勒斯开启了自己的全新篇章 在北方珠强制霸的意大利足坛 创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马拉多纳加盟球队不到三年时间 纳布勒斯便成为了意大利足坛的王 他们在1986到1987赛季赢得了队时首歌一甲冠军 并且还在意大利杯中击败亚特兰大 成为了意大利足球历史上第三个双冠王球队 1989到1990赛季 他们又一次在马拉多纳的带领下 站上了一甲之巅 然而随着马拉多纳的离开 纳布勒斯似乎也与曾经的辉煌挥手作别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纳布勒斯球迷一直在等待 等待一个重新回到亚平宁王座的机会 而2022到2023赛季 他们似乎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 在经历了1998年的降级 2004年的破产后 这只从一柄联赛重新杀回来的小毛驴 在奥斯梅恩和克瓦拉茨赫利亚的帮助下 正以15分的优势领跑一甲积分榜 几乎已经一只手磨到了一甲冠军的奖杯 他们本赛季在联赛中只输掉了一场比赛 而且他们在欧冠联赛中也风头正进 即便无缘欧冠决赛 也至少能收获一个不错的名次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赛季是一个属于纳布勒斯的赛季 现在的纳布勒斯在球王的祝福下 成为了欧洲足坛最好的球队之一 近两年 纳布勒斯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 完成了最明智的重建 那些年长的 或者新自过于丰厚的球员都相继离开了球队 而一些此前并没有被欧洲豪门所重视的球员 以低廉的价格转会而来 并成为球队崛起的中间力量 以一千万欧元从八桶迪纳摩 转会纳布勒斯的克瓦拉茨赫利亚 就如同一名巫师 他以惊人的表现 赢得了新马拉多纳的称号 而以七千两百万欧元 从离尔转会而来的奥斯梅恩 以其充满激情的高产表现 也赢得了马拉多纳二代的绰号 他们两人一共为球队攻入了26例进球 送出12次助攻 或许两位新马拉多纳的相助 也是冥冥之中 球王对这支球队的眷念 同时 其他球员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 也能够不断为球队做出贡献 23岁的马其顿后卫埃尔马斯 也总能够以替补身份出战 屡见其功 墨西哥攻击手洛萨诺 同样在斯帕莱蒂会下 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本赛季已经三球三助攻的他 也成为了球队进攻端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而在防守端 中超就将金温斋 与赫塔菲后卫 马地亚斯奥利维拉的加盟 让纳布勒斯的防线焕然一新 当然 我们可以说 这一切都是马拉多纳的眷顾 但从现实角度来说 这主要还是归功于斯帕莱蒂 他让每一名球员都能够正确应对比赛的压力 并且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 从而创造出一种妙不可言的求胜欲 进球欲以及凝聚力 斯帕莱蒂给球员们的信息也很明确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有7名纳布勒斯球员的助攻次数 在三次以上 这样出众的集体效率也说明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对手拥有怎样强大的实力 他们只关心如何从多个方面去给你造成伤害 与此同时 球队主席德拉也是目前这支纳布勒斯 不断前进的关键 奥斯梅恩和克瓦拉茨赫利亚出众的表现 目前已经吸引了无数欧洲豪门的关注 甚至认为他们是必想之人 但德劳伦蒂斯始终坚持让最好的球员留在球队 他甚至连一个球购者的电话都没有接 至少是现在这个阶段 纳布勒斯根本不会考虑任何球员转会的问题 他们不会让任何有关正中核心球员的转会传闻 影响球队去迎接冠军荣耀的重任 正如转会大神罗马诺所说 现实情况是 现在根本无法猜测任何关于纳布勒斯球员转会的问题 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进行谈判 他们不想与任何球队户这话任何经纪人交谈 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赢得一甲冠军了 所以现在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太特别了 纳布勒斯球迷们也和他们的球队一样 似乎并不关心惊吓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只专注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几个月后的 纳布勒斯 会再次成为一座冠军之城 一座伟大的城市 而转会传闻满天飞的奥斯梅文和克瓦拉茨赫利亚 他们将以纳布勒斯英雄的身份 以被马拉多纳祝福之人的身份 甚至是以马拉多纳接班人的身份 永远地载入球队的史册 球迷们已经等待了三十多年 纳布勒斯已经等待了三十多年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包括正在天上注视着这一切的马拉多纳 纳布勒斯 就如同一连串巨大的海浪 拍打着意大利足球的岩石 他们发出巨大的声响 宣告着自己的回归 2022到2023赛季 他们终将再次以马拉多纳的球队之名 登上一甲之巅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观看